嗨 蘇森老師你好 我們準時開始準時下班 今天是我們的 嗨 蘇森老師你好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場的教學 也是這個1.7場裡面的第三場 我們第一場活動找了 來跟我們分享了這個 到底這個造船都在幹嘛 因為系統工程 因為蘇森老師也來自 系統工程及造船學系 官副院長跟我們解釋了一下 什麼是系統工程跟造船學系 因為我還記得剛來海大的時候 大家就說造船系就造船系 搞什麼系統工程系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 蘇森老師就從不同的領域進來 造船就是非常純造船 然後蘇森老師從不同的領域進來造船系 那前天 前天這一場我們是 邀請了孟周老師來跟我們 談談聊聊藻礁是什麼 那今天也歡迎大家再加入 我們蘇森老師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蘇森老師的這個機電整合 那機電整合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領域 那今天我特別又加了一個 太陽能發電怎麼教 那今天的規則很簡單 我們就是大家輕鬆的 輕鬆協議的來聽一場 就是很棒的一個分享 因為 斯北協助幻化舞蹈就是科學家 希望科學家跟各位 產生一些連結 然後了解我們的科學家在做什麼 然後也希望有一天科學家能夠 進到你們的課堂去這樣 所以前面介紹了一些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蘇森老師來跟我們 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蘇森老師請 大家好 我是那個系統工程 及造船系系的老師 李蘇森 然後 雖然我是在造船系 然後在學校都被要求說 要簡稱我們自己的系是造船系 所以我都會說 我是做系統工程的 那其實系統工程的話 不能這樣 這樣離題了 然後所以基本上 就是對於造船的事情 就不要問我了 那至於系統工程的話 基本上就是系統工程的這一塊 如果是在 那算是比較算管理學院的話 他其實比較 他比較要求的是 如何把一個產品 製造出來的一個管理 就是他把它定義的系統工程是這樣 就是你有系統的方式去管理 然後讓整個系統就是很 應該說讓你的產品很順利的做出來 那可是因為 因為個人 應該說我們是屬於工程類的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我要從工程的定義去 應該說從工程的角度去定義系統工程 所以對於我 我個人所定義的系統工程 我一定要強調是我個人定義 因為如果你真的上網去找的話 絕對不會有這種定義 應該這樣去跟別人講 別人應該會對你白眼 什麼跟我知道的不一樣 基本上就是對我來說 會覺得說 系統工程就是我們在 要完成一個產品 或者是一個比較大的 我們說工程的一個裝置 或是大的系統 那它會有各種不同的小系統 然後小系統裡面再分成不同的元件 那這些元件呢 它各自可能有各自的功能 組起來一個小系統之後 它有一個主要功能 那我們再把不同的小系統 再組成一個 一個就是更完整的一個系統這樣 但是它個別系統可能也可以獨立 你可以把這系統拆開 放到另外一個大的系統裡面去組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工程方面的東西組在一起 就叫系統工程這樣 好 那 對 不小心就講到系統工程 對 我們上次系統工程 大家詳細看系統工程 那個給我個QR Code有沒有 掃進去 可以裡面有看到那個 系統工程的前兩集 對 好 那所以 然後 基本上就是 雖然我說 我的專堂是基電整合 但實際上我也是做 就是主要是做光學檢測的系統 所以如果要更詳細的定義的話 應該說光基電整合 就是你一定要把一個光學的檢測 的一個技術變成一個儀器 那你需要有光學的量測基本原理 那你要配合 因為光學的東西光 你要怎麼去偵測它 當然就是把光轉成電 那轉成電之後 你要去分析那些訊號 然後最後才變成你要聊東西 所以把它整個 就是合起來 你光基電 你要會光 你也會要有一些機械相關的東西 然後你也會要一些 會要電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這麼說好 就是我什麼都了解一點點 但是什麼都不太會 那勾起來 希望它會 它會的方向 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對 所以蘇貞老師我就很好奇兩件事 你是什麼系畢業啊 然後 我以前是土木系畢業的 土木系畢業 可是土木系怎麼會光基電啊 都是土木系的 然後因為我後來去念印利索 那印利索的話就是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 大家以前在講說 印利索是什麼 天下第一索 就是 你如果 如果你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你會想 什麼是印利索 韻律索嗎 跳舞的嗎 大家的韻律都很好 應用力學嗎 是不是 對 應用力學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索 因為之前 大概很久時間 那到底有什麼時候 我也忘了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們 想起來還是說 因為是中美段教法師子 接下來我們叫自己自強 所以就要自己研發一些技術 所以其實印利索成立 主要一開始 是為了國防這個部分 對 可是因為有一陣子 就是國防科技 沒有受到那麼大的重視 然後 所以 所以就是 印利索的老師就用 他們的專長開始切入 各個不同的領域這樣子 所以有一支技術是 其實在應用力學裡面的話 你要做一些力學的量測 那一些非破壞檢測或什麼的 那它有一個技術 就是用光學的這個方式 所以其實光學 原來 硬力跟光學有關係 我一直 我一直認為硬力是 是所謂的物理的啊 然後 就是耐症啊 耐壓 或者是這一些 跟光學有什麼關係啊 對 應該說就是其實 其實基本上 就是剛才討論了嘛 就是剛才說的 我今天要量 那一個物體 比如說它的應變 它的硬力啊 它的耐壓 或者是它一個 一個受力的 一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各式各樣的 一個量測的方式 那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有什麼超音波的檢測啊 或者是說 我在想最近有 有流行一個是 X-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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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看到中文是嗎 X光嗎 X光 就是量的那些 非破壞的東西嘛 然後 還有微波 微波的東西 可能是量比較大的 整個大致的一些 那光學的話 就是量微小的那個應變部分 那我想起來 因為 IT很紅 然後 所以你IT的一些產品 它會需要檢測 那這時候 就用光學的方式去檢測 是比較多的 主持人老師我先打斷一下 微波也是你們 我先打斷一下 不好意思 微波也是你們的領域嘛 對不對 應該說 我的話 我沒有做微波這一塊 因為光的話 通常我是做可信光 那你可以 你可以簡單科普一下 微波爐的原理嗎 微波爐的原理 資訊上 微波爐不就是 就是你產生微波 那因為微波的波段 跟水分子 是比較相近的 我記得是跟水分比較相近的 所以 所以當你用交流電 讓那個波 它就是有轉換的時候 它的分子 裡面因為它有那個嘛 就是關了白波 它的那個 又突然忘記了 叫做電藕盒 電藕集聚的這個東西 它會跟著那個波在轉 它在轉的時候就會產生熱 所以就把它 電藕 電藕怎麼 因為 就是那個 Electric Diple 電藕 就是 應該說 那個大家最常 最常 知道的原理的話 是我們在洗衣服的肥皂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其實分子會有 就是它的分子會有正負 一點稍微的分布 那其實水分子也是這樣的 大家如果還記得水分子 就是一顆 一顆大大的歐馬 然後兩個小的H 所以它的那個 它本身這個結構 它的電的分布 就會有一點點 就是它會有一點正負分開的 一個基本狀態 所以它如果受到空間中 有那個波去影響它的時候 它的那個正負就會跟著它轉 然後所以它在運動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熱 可以簡單一點嗎 你有點操作我的智商 很簡單的 對不起 沒有就是等一下我先總結一下 微波 因為它波段跟水比較像吧 對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它就會產生熱 為什麼微波波段跟 其實我看過很多科普的影片 看完之後我還是不太懂 就是說它跟水比較像 為什麼它會加熱啊 你剛剛講的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其實在調整那個微波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讓微波 維持一個一定的這樣子的一個波動 它其實會不斷的亂跳 就是它會交換 嗯 所以當你的這個交換的 它會有正有負 所以對那個分子來說 它看到一下是正的電廠 一下是負的電廠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的分子就要翻來翻去 分子在翻來翻去的過程當中 就是它有運動 那它就會有產生熱 就像我們如果坐著不動的時候 會比較涼對不對 最近天氣熱 但是如果我們站起來走一走去 喔好熱喔 那就是我們用微波 強迫那個分子說你動一下 它就熱了 它熱了之後就帶 就帶動了旁邊的食物 大家一起熱這樣 我旁邊有寫筆記喔 如果我寫錯你要跟我講一下 因為這個跟我們事前的那個稿 都不一樣啦 但是我們剛好提到這個 我是個人的好奇性 因為 因為顏老師說我們就來聊啊 所以我們就來隨便亂聊 對對對 很棒啊 如果我們可以 可以不要寫正式的筆記 那最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 沒有正式筆記 我只是要寫一段筆記 因為我寫說微波的波段跟水比較像 那波段會亂跳 那一下子的變動就會產生分子的運動 產生熱 我們調控微波讓它有變動 所以分子就會跟著那個波一起變動 喔所以微波爐在裡面會跳動這樣子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 它其實是讓那個 它有規律還是沒規律 應該還是有規律的吧 有啦 其實是有規律的 但是它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波它是有加換 這個AC的狀態 所以 嗯 好 所以 以上這個問題還在你的領域範圍吧 其實其實不在啦 哈哈哈 我怕操作太多 但是這個應該還是 還是你可以應付的範圍啦 如果操作你的範圍你就不用回答 沒關係 哈哈哈 那夥伴如果有 有有有問題的 你也可以留下來 在那個留言區留下來 然後我們就是考考書生老師 我們這個是 挑戰我們科學家 哈哈哈 範圍領域 好 那剛剛 談到的蘇珊老師是應曆所 那 那為什麼你應曆所會來造船系啊 哦 應該說 因為之前不是有 剛才雅老師自己也就講啊 有一陣子就是我們造船系想要就是 多一點面向的發展 所以呢 就想要走系統工程這一塊 所以那時候就招了一批老師 是 它背景不是造船 那就是屬於基電整合的這一塊 所以其實 我們系除了我之外的話 還有那個 余欣正老師 他也是基電整合的部分 不過他比較偏向機械 他控制領域的那一個部分 這樣子 嗯 那當然有我們自己系上的 的那個 溫瑞珠老師 那他就是 他就是 從造船 然後轉到資訊 然後應該算 欸資訊資工 然後他最近也有做一些就是 知識人這樣子 嗯 所以 所以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 呃應該是不管是哪一個領域的老師啊 就是呃 在 應該說在自己做了研究之後 會覺得說欸好像其他有一些東西也蠻有趣的 加進來一起 就是呃 看看會有什麼新的活 我要講 舒森老師你今天有準備簡報嗎 我 其實我沒有準備簡報欸 但是應該這麼說好 因為 顏老師說來聊天嘛 所以我們都來聊 但是 但是呢 就是我應該應該說就是呃 因為 顏老師指定的這個題目 呃 其實蠻大的 嗯 應該說如果是 如果是五六年前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題目這麼小 有什麼好講的 我們來 查一下維基百科 結束這一回合 大家回去自己念書 這樣 就知道怎麼教了 但是就是最近就一直在想這個題目 然後還想 還有想起說欸我其實之前 我們自己在執行一些教學的那個 我們說課群計畫的時候 其實也有帶學生去做一些談判 嗯 然後就發現欸 原來以前在做的那些事情 現在跟這個題目又連得上 嗯 所以就是其實呃 我覺得今天的話可能就是把我 就是呃看到的一些東西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讓大家因為就是可以讓 讓大家可以去想說 欸其實對於 太陽能發電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一開始 就像我說的如果是五年前 教會很無聊嗎 我們就開始講啊 那個那個半導體裡面啊 半導體的那些產業料啊 它可以金油光啊 照下去它就會產生電流 那種產生電流嗎 我們就把這拿出來用一用 就是太陽能發電 可是可是經過這麼多年 應該說那個的話其實是整個 太陽能裡面的某一個小部分而已 嗯 嗯 因為我們從很大的面向下去看 就是說我們不只說 欸我們從環保的議題 欸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找到的資料 好像跟環保 沒有什麼關係耶 完蛋了 對就是我們如果 如果不是從那個 從那個只從這樣的面向去看 我們就是從 我們從政策面去看 或者說從我們現在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就會覺得 哇賽這個產業發展到 或者說這個領域 它的發展真的是超乎 像我這種小小的就是 我們說工程師思維的人 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玩 嗯 所以我今天覺得說 就是說欸讓大家來 一起來 不曉得算不算回顧吧 就是一起大家來搜集一下資料 來看看說欸太陽能發電 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其實就可以發現說 欸這個東西講實話 除了從工程下去討論之外 如果今天是 我覺得如果今天是經濟學的老師 他可能可以來討論說 那我們這個太陽能發電 它可以 它產生什麼樣的經濟效益 對 那如果是生活科技的老師 他可能就可以討論說 欸我今天這個太陽能 到現在跟我們生活 可以什麼樣的結合 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OK 所以孫生老師 因為孫生老師是第二年參加 我們這個斯北協助地方補導的計劃 對對對 那再開始進入到這個太陽能 因為我們要先打針喔 就是你不要講的太困難 好嗎 沒有沒有 我們都不是工程的 好 我們在進入之前 我們先來聊一聊 欸你在加入這個第二年 斯北協助地方補導 對於這個計劃的這個夥伴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有什麼感想喔 應該說因為其實我之前到現在 應該說我一直到上學期所參與的 我的內容都是真的是蠻無聊的 就是我剛才說就是科學 從科學工程的角度去看一些問題 那講實話 就是會覺得說好像也不能給大家帶來什麼東西 那不過我覺得有一個蠻棒的事情 就是今年的上學期碰到的那個 就是一起合作的夥伴 夥伴老師吧 我覺得他們的話就是讓我感受到他們對於 這一個基本知識的一種熱情 所以那時候在跟他們談說 我們要怎麼樣設計這個教學 或者說我們可能可以做什麼的時候 會覺得那個就是在討論的狀況 會是比較棒的 就是你會覺得很多東西是可以 的確可以拿出來想一想談一談 它可以怎麼進展怎麼做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央老師指定的這個太陽能發電的題目 剛好就是從之前到現在 都是有稍微一點點接觸 一點點接觸這樣子 所以應該說再回頭來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今天就覺得這個題目超好玩的 我超愛的 超有趣的 對啊 所以在開始之前 我們是不是先把這個專有名字 光機電整合了 有沒有可能更簡單一點來跟我們講一講 光機電整合是什麼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好多個領域 我們這裡面也有電機的 有電器的老師 有機械的老師 但是光機電整合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要問我要定義的話 其實 先生老師有沒有圖示 太難了耶 應該說太難 對我來說要去定義它太難 我一定會是說 各位老師們 其實大家搜尋的能力都很強 我們直接打開我們的Google大神 有沒有 然後現在可能要換別的對不對 有另外的也還蠻不錯的搜尋 反正大家熟悉什麼搜尋系統 就直接key 機電整合是什麼 光機電整合是什麼 就會有答案了 對啊 那其實如果要問我說 到底什麼樣是 就是光機電整合的話 對我來說我覺得就是我今天 比如說我有一個光學 一個光的一個技術 那我覺得它我想把它真的用出來 那我就會需要有實際的一些 我們說機械的裝置啊 或是光學的元件 或者是電子的裝置 我把它組在 對組在一起 我們就說組在一起 那它最後輸出可能就是一個電的訊號 我們再把電的訊號 轉換成數值 那它就可以 然後再想話把它呈現出來 告訴大家說 欸我這個數值代表的是我兩道 比如說兩道是某一個 比如說某一個IC IC元件 你要做什麼 就是大家 我想看IC元件 這好難解釋喔 叫大家把手機拆開來嗎 裡面就有很多很 一顆一顆很小很小 你看那個方法 晶片嗎 對對 晶片晶片 那個小東西 那那個的話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我們用光學的方式去量它 就去看說 欸這個表面 它是不是有什麼裂痕啊 因為它很小了 我們這樣直接去看 會很困難看得到嘛 所以我用光 光的波長的話 是400奈米到700奈米 所以它可以量到 微米跟奈米等級的一些 這些小的裂縫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去看說 欸這個有裂縫 然後它大到多少的時候 這一顆可能就不好 我就不要了 那如果 它很小 是在可接受的範圍的話 那我們就放行說 這一顆是OK的 它通過這個品質的檢測 類似這個概念這樣子 所以光學為什麼眼鏡會 眼鏡會變成光學 眼鏡為什麼會變成光學 對因為 好像眼鏡是光學領域對不對 鏡片是光學領域 為什麼 對 嘿 欸這樣講的話會講不完耶 因為其實如果真的要講光學 所以你要簡單一點 科普給我們 科普給我們了解 我會把它紀錄下來這樣 因為光學它如果真的在用的話 這麼說好了 我當初一開始進文系的時候 西上老師好開心 他說那個伊美 雷射伊美 李老師你熟不熟啊 我需要我需要去班除班 打雷射光 所以其實從這邊可以知道 其實光學它其實有一支是在做 就是我們說醫學的這一塊 那除了剛才說的伊美出來 就是你用雷射光去做所謂的除班 這個部分 要講嗎 如果我沒有記錯 基本上雷射除班的話 其實就是利用那個 通常我想想看 通常應該會是用紅光雷射 去打你的那個黑色素 把它破壞掉這樣子 然後再讓它就是 就是把它破壞之後 再讓你身體裡面的那個細胞循環 把它破壞掉的東西把它代謝走 所以你那個黑色素就會跑走這樣子 對 然後為什麼要選紅光 因為其他光的光源可能 比如說大家知道紫外光嘛 你出去曬太陽就是紫外光啊 你根本越曬越黑嘛 因為它那個破壞力太高了 所以會選紅光它的那個就是 能量是比較低的 然後它的那個能量是剛好又可以破壞到 你要破壞的那些色素或什麼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就是關於 應該說它可以用在醫學方面 那這麼說好 就是既然它可以殺 欸 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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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光可以破壞我們要破壞的這個細胞 那它不會傷到我們的好細胞嗎 那那個的話應該說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你的那個系統啊 還會需要用透鏡 然後做聚焦的動作 讓你的光碟 就是讓你的能量聚集在你要打的那個地方 我看他們都是拿那個槍這樣 它那個其實是有去考慮到你的光 穿透皮膚之後它的深度要打到多少 它其實是要對那個焦距的 所以它是 拿起來隨便打來 那個原理到底是什麼啊 就是紅光為什麼打上去就會 它是消滅掉嗎 把分子消滅嗎還是 就是 基本上如果我們覺得它其實是把它破壞掉 嗯 破壞 就是讓它 破壞的意思是什麼樣破壞 就是 招掉它還是 不要說回戲 就是 就是讓它壞死 讓它壞死 讓它分解這樣子 然後就擦掉這樣子 沒有 它基本上還是會在你的皮膚裡面 所以它要靠你本身的代謝 把它代謝掉 是 我們身體的代謝 是會把就是 廢棄物代謝掉 所以當你把那個 色素把它打散的時候 其實它變成是廢棄物 所以它就會被代謝掉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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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 就是大家不會說 有人去做醫美啊 什麼雷射 什麼 塗班有沒有 還要戴個 什麼 口罩啊 然後不能曬太陽 有沒有 喝水 就是這樣子 如果沒基礎是這樣 我們剛剛有談到的這個 眼鏡的這個光學 微波爐 還有醫美 那我們還是要趕快回來 叫我們的主題 太陽能發電 可以讓你簡單的來討論一下 聊聊這個 太陽能發電的原理 到底是什麼 OK OK 我們應該說就是 我今天找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 我們就來 分享一下這些資料 好 然後 讓大家看看 那 先 你直接分享螢幕就可以了 好 我先 用一個影片 好 應該說我先 分享我的 本來要做的那個Note 結果 不像Note的Note 這樣子 分享 分享我的畫面 因為現在 太陽能發電好像比較少人在 比較少人在教 大家很多都在講海洋能源跟這個 離岸跟風力發電的 以前我記得我 我剛當老師的時候 我也有教過這個太陽能發電 因為我教綠色能源 然後 我有一陣子教過這個 然後後來都朝向於風力發電的 因為我做了很久的風力發電 所以是都在做風力發電的原理這樣 比較好教 對我們今天有幾個同學在裡面 這一次我們死懷者計畫 我們也上 我們也有一個課程 在自然科裡面 就是教風力發電的原理這樣子 因為它跟生活比較相似 因為應該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就是風力發電 應該說我們一開始教太陽能發電 然後後來會跑到風力發電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就是 以風力發電的這一個系統來說的話 它的 該怎麼說 它的那個 因為應該說它的那個 基本的發電的那個原理 是跟傳統的 是比較相近的 因為電風扇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這原理就很簡單 對 那其實對於太陽能發電來說的話 它的那個光電轉換是在 整個的太陽能板裡面 我們是看不到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可能就是去看 然後看到一兩個那個 不是不是 不是兩個 很大很大一片的那個 太陽能發電的那個板子 然後布在那個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大家就想說 這個是什麼 對好 那所以就是我今天的話就是 應該說我找到了一些這些資料 然後我都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我把它稍微分類一下 我不曉得大家有看到我分享的 可以看到 那老師你方便 你可以貼到那個 我們的聊天 聊天室那邊 等一下 因為看不完啦 這太多了 對 沒有這個就是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我找到了這些 那這些的話 會是 會是 該怎麼說 就是其實 也就只是一些例子而已 然後大家其實可以 就是 自己 再多找一些東西 這樣 這樣可以看得到嗎 好像沒有 對不對 我好像不應該分享畫面 我應該要分享我的 就是 單一的那個 沒有 沒有 那 蘇貞老師在 在開始之前 我是不是 因為我自己 對太陽能發電的疑問 想要跟你討論一下 因為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 2018年 在做年人國家型計畫的時候 我那時候 就到了 屏東仿寮 因為屏東仿寮 那邊有非常多的 所謂的重墊 就是重墊的 對 那時候 今天找到學校裡面有 對 因為重墊的 重墊的那個問題 就在於說 那時候是因為 八八風災 八七水災 八八風災 八八八風災之後 它海水倒灌非常嚴重 然後就是 它的那一邊 沿海的 這個土壤都研化 所以就是 短時間都沒有辦法 再 再種植 這個作物 所以那時候就是 開放了幾個 一些裝置量的 這個太陽能光電去種 種墊 那種墊之後 我們就到了 那邊本來 以前都是八樂園 然後就全部都種了 這個太陽能 然後大家就說 以前做一倍 做一分低 租一分低 一年 一季是三千 一年六千塊 對 我們那邊也差不多這樣子 一季就半年 半年就是 一分低三千 一加低三萬 一分低三百倍 那 它就租給 就是租給人家種的話 你如果是地主 你租給人家是六千 就是六千 但是 你如果租給太陽能光電業者 半年就兩萬 也就是七倍的價錢 然後 可是它一千月要簽二十年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 哇這個很發達 又可以 種了 然後又對能源很好 然後那時候就產生兩個問題 這個也跟老師討論一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時候種了十五年就不可說 或者是二十年 就是十五年二十年 那種了就 然後他們想要回來種田的時候就不行 好這是一個長期簽約的問題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它種下去之後啊 後面的那個回收 因為它會聘它要刷嘛 就是說我今天本來是農夫 現在變成刷那個太陽能光電板的那個清洗工 因為它 它會有灰塵要清洗 對 然後 之後它會發電效果會越來越差 然後就是回收的部分 會產生其實更多的污染 就這個細板 細板其實是很難去做有效的回收再利用的 然後就造成了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農業的部分變少了 然後再來呢 它裝置量其實是發給就是病聯在台電裡面 那它放出來這個瓦數其實是昨年沒有增加 因為其實台電不想收嘛 你收了這個再生人員一度電要付七八塊啊 它賣才賣三四塊 然後它等於是賣一度電要虧三四塊 所以太陽能它就是現 我那時候記得它好像我 我有點久了 但是我記得印象中大概五百MW左右 就是它收五百MW左右 就是那一區啦 就是它有限定區域 然後那時候大家趕快搶啊 就是免費租 然後又可以賺這樣子 所以就產生了兩個問題 就讓我後來就不叫太陽光電 最主要的原因 一就是它所佔用的這個羊水重電啊 它其實有一部分喔 就是讓這個地方的這個這個土地利用產生衝突 對因為它長期的這個蠻多報導 我相信你應該有看到 就是包含皮塘啊這個土地利用的衝突 那第二個就是第二個就是它的污染 感覺好像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耶 就是在製造細板跟這個回收的時候 都會產生好像蠻多的污染 那第三個就是它的發電效益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那麼高 對因為它的發電效益 第一個你不管你是追光型或什麼 所以就這三件事情就讓我 在太陽能發電的這個這個裡面 我就交不太下去 所以這個部長的事情怎麼看 應該這麼說好就是剛才提到的 除了那個回收這件事情 我沒有認真去看到它的解答 應該說有就是我剛才我秀的那個影片 其實這邊有一個再生能源的這個應該是 我不曉得它這個是什麼時候的 好像是2020年嗎 就是兩年前的 對2022對兩年前不到兩年 一年多前的 那這個是對他們的一個討論 那這邊的話因為我很誠實的說 對不起我沒有看完 我只是很開心 看到原來有這麼 其實這個東西是有人在討論 要怎麼去處理它的 或是它到底造成什麼樣的情況 對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看完 因為我真的沒有完全看完 真不好意思這樣 對但是如果以剛才那個討論 就是說重電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有另外的地方非常的好玩 就是我查到了還蠻多類似像這樣 就是全民電廠 的一個公司現在在民間有很多 那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關於那個電的這個討論 這個是電廠收益嘛 比如說他問說如何運作 就是他會介紹 然後他是要做全民電廠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的一個一個模式的話 他其實比較不像是找就是農地 或者是我們說是農魚木業 基本上他比較不是這樣 他其實基本上找的就是 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非常小型的就對了 對可是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其實就是 你看他說四片太陽能板就是一個人 每個月的用電量 所以應該說我因為我沒有看到他 到底一片到底是多大 對啊因為我認為我印象中這個一尺的是50瓦而已 他發現發電能量並沒有很大 就是30乘30的是50瓦 這一片的這個 對然後所以他這邊秀出來 他這邊說我要出租屋頂 他有100瓶可以出租 超多的喔 我最近也在和平島市場 希望樓上能夠蓋這個太陽能板點 對 沒有我們學校在那個小廳碼頭啊 現在在蓋 對現在在蓋嘛 我不知道那個幾瓶 我沒有任何研究 那個動質量起來 我們那天才跟那個跟關老師在講說 那一支風機到底 你知道那支風機裝置多少嗎 這我不太知道耶 看起來應該大概200k瓦左右 對我不確定 200k瓦 大概200k瓦 因為ANOCON的是600k瓦 就是舊型的是600k瓦 海上的是2MB 2000k瓦 就是一小時可以發200度電 我估計 但是那個因為這個我們跟關老師有聊過 就是奇怪他有時候會轉 有時候不會轉 眉峰的時候會轉 長官來就會轉 長官走就不轉 我們就不在想 只要想要讓長官了解這樣 對 我不曉得這個剛剛轉而已嘛 就是還在測試階段這樣 對對對 這個也蠻有趣 就是蠻多人在做這樣子的 就是 因為說我們就是看到他都要承租 其實就是 他會說你屋頂就租給他 然後發電流可以給你 然後看似就是很完美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中間有一個bug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是賺這個鈍售電價 跟大家科普一下鈍售電價 我來查一下現在鈍售電價 鈍售電價 基本上是再生能源 我們鼓勵再生能源 用這個再生能源法裡面的這個基金 去補助我們的再生能源的錢 所以他一般 像我比較熟的是李安峰電 他有兩個方案 就是說 他有一個20年方案 跟一個10年10年方案 所以他的收購價大概都在七八 六七七八塊左右 那或者是當年都是五塊 我等一下查一下看看 現在有沒有人如果幫我查一下 太陽能光電鈍售電價 我估計大概在七塊左右吧 那他就是發出去 然後就是他賺錢分一些給你這樣子 對 所以也蠻賺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我就有點好奇說 這樣到底有不有趣 就是我們拿政府的錢去補助這個 鈍售的價格 然後再去賣出去 剛才在討論這個碼 就是可以有多少錢 大家可以玩一下這個 對 所以你要買嘛 你要買對不對 他這個就是你要認購啊 你要買 然後他回收電價給你 我覺得有點像老鼠會 呵呵 你看一片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理想化 這是理想值 20年 對 我覺得這是理想值 你根本不可能 你一直不會損啊 不耗損啊 是不是 所以 嗯 這個 因為他一片要17000塊 好貴啊 所以 17000塊 那裝置量應該不少喔 可能要 這個可能要 對對對 最少 最少1k瓦以上吧 他的這一片 欸我怎麼記得 我剛剛我看到 欸 喔不知道 他應該是最少會有1k瓦 對 嗯 反正 應該說這個的話 因為他其實沒有寫得很清楚 應該說他到底一片多少 多少 他沒有寫很清楚 他就他只是拿這個算給大家看說 欸這樣可以賺多少錢 那如果大家是 建民有幫我們查出來了 現在的盾售價是3.8到5.89 現在3.8到5.89 對對對 幾句3.8到5.89 因為他基本上是補助然後越來越降低啦 就是 費用越來越降低 但是你看我們店現在一度店 呃 呃 呃 剛剛仲爺有問到說 基隆常下雨是不是符合 那莉莉說 基隆不是的 因為一直下雨 欸那就 就 蘇珊老師你的觀點 下雨還會發電吧 基本上不太行欸 不太行了 哈哈哈哈 因為他 他要一個基本的一個能量值 對 先超過了 他才有辦法轉換成真的是電能的部分 讓你拿得出來 就他要先克服其中的一個能階的部分 那如果蘇珊老師 你先簡單的來跟我們講一下 人家如果問你說 欸太陽的觀點是什麼 你會怎麼你會怎麼講啊 用簡單的口語來講的話 嗯 基本上 我很誠實說我還是不太會講 哈哈哈哈 因為 對不起 請大家原諒我 因為就是 就是念工程的嘛 所以我 如果要問的話 我就會說來 大家來看太陽能發電 嗯 然後呢 它是 它 主要的話呢 是 先看一下這裡 抱歉 應該是說 來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的話 大概是兩分鐘多 然後呢 讓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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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一直跳一跳 好 從今開始 然後它其實就會 應該說這是 對 從今看吧 這些深色的葉片 就是太陽 看一下大家有聽到聲音嗎 有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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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兩種半導體結合時 帶負電的N型半導體 與帶正電的P型半導體之間 會產生電場 在光的照射下 N型半導體 會被激發 產生電子 P型半導體 則會產生電動 喔 那個動寫錯的是 坑洞洞 將兩極接通 便可以產生電流 將光能 轉變成電能輸出 剛剛我們在 好了好了 所以其實就是剛才那一段而已 那要講一下 並不是所有的 就是半導體的材料 都可以把那個光 就是它剛才有說 光打到那個半導體材料 的時候會產生電子 那並不是所有的材料 都會有這麼高的效率 所以 所以就是它其實是有選材料的 那剛才就是 顏老師說在之前的話 會說太陽能轉 就是把光轉成電的效率不高的話 指的就是這一塊的材料 那因為其實這麼說好 就經過 再經過這麼長 不能說這麼長 之前的話 因為這些資料 應該說我們看到的 比較成熟資料 大概就是從2014吧 1314 應該說我看到的是1415 然後一直到現在其實也 六七年 七八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經過在這麼長的 一段時間之後 我想這一支的技術 就是選什麼材料 然後讓它的效率再提高 這件事情 應該是一直都有在進步 OK 所以剛才顏老師說 就是它的效率不好 我覺得效率不好是沒有錯 但是我想應該是有進步 那有進步的狀況之下 才會有剛才看到這個 類似這個什麼中租之外 其實我還看到了另外的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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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的話也是蠻好玩 就是說它一樣也是告訴大家說 它可以提供太陽能的一個發電 那你可以選是看似是產業用的 或者是住宅用的 或是自家消費 那如果只是就是 它其實後面還沒有 應該說我看它的網站 我只是要看它現在業界到底 對於太陽能產業 或者說我們說太陽能發電這一塊 它到底走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它到底是什麼樣去看 這一個發電的一個狀態 那我覺得從這些的話 應該可以看出來說 在就是基本的發電的這一個部分 其實應該是有 有算是長足的進步 然後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會有這邊的這些出來嗎 不然其實你如果 但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剛才這邊 最基本的介紹這一塊 沒有就是它如果沒有 達到一定的效果的時候 後面這邊是出不來的 那我不曉得我這樣子講 會不會很跳 但是算了就把它當作閒聊吧 就是像剛才言老師有說嘛 就是說其實在太陽能發電的時候 它還會要求說 大家可以看到像這邊的板子 它都是排在同一個方向 那因為它不代表其實 在這個區域 它應該是在這個方向的太陽 會比較充足 而且它是時間比較長的 所以它可以就是在 直接就是固定在這個方向 可以取得最多的太陽的一個能量 我曉得大家可以理解我想表達的是什麼 那在之前的話其實有一支研究 它是會說我今天這個太陽能板 要隨著太陽的就是東升西落 我要讓它就是去旋轉 然後一直對著太陽 才會有最好的一個發電的一個狀態 可是可以看到大家現在在設置的時候 都沒有人去做這樣的一個機械的裝置 或是這樣的一個控制 所以我今天這個太陽能板 要隨著時間不同它要移動角度 目前沒有 你可以看到所有大型的 這樣子的一個我們說太陽能發電的系統 它就是固定一個角度 就是所謂追光型 因為有一些自動控制的追光 其實我們家20年前就用太陽能 就是太陽能熱水器 對 那個就是 反正就是 冬天的時候看得要死 不過因為 夏天的時候熱的半死 不需要熱水的時候是熱的半死 但是用了20幾年了 真的也還不錯 其實 這我可不可以小小的閒聊一下 其實呢 我很誠實的講 太陽能熱水器 你只要在你家裝一個鐵的大的水桶 自動加熱 但是今天加熱那個水也有六七十度 只是裝了太陽能 可能就到九十度一百度可以熟了 這樣 不行啦 我們洗澡的時候 晚上十點都已經降溫了 這個不行 這個方案不可以 台灣夏天很熱的 白天那個水溫如果曬到六七十度的時候 其實到了晚上的話 大概就是三四十度 適合適合那個洗澡的時候的水溫啦 我後來覺得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 到底太陽能的那個熱水器是有用還是沒有用 所以我直接裝一個水桶給它晒就好 因為反正冬天也是冷的要死 哈哈哈哈 又又又又又又又 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五我們第一場的時候 關老師就說你的學生都會去 那個電子產業 對吧 研究室的時候 你的學生大概都去哪裡就業啊 因為應該說因為我的學生就是啊 之前他們的來源啊 比較 應該說我們自己 應該說我們如果是自己系畢業的學生 留下來在我的group裡面做的話 他們就是 就是比較對造船沒有那麼高的興趣 所以他們另外就跑去造船以外的產業去了 那造船其他的產業的話 他們總不能去養魚嘛對不對 對因為又不是養殖系的啊 所以就只能去我們說的就是比較偏向那個 我們說電子產業 那電子產業的話 基本上應該如果 因為我們也不是真的是做IC設計的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比如說電腦廠啊 該怎麼說啊 想一想 可以直接講公司名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自己人好不好 比如說他們去Acer嗎 去什麼智方啊 做什麼啊 還有去做華星電子 那他們有一些的話 他就是做那個 他可能就是做那個 有一個有同學 他們也是去 突然忘了做Mio Mio是那個機車的 然後他可能做的 對就是那個導航的系統 那導航系統裡面 基本上他可能會需要一些機構設計或什麼的 那他們就去做機構設計的部分 那電腦業的話 Acer應該也是 對對對 可是就是偏向那個叫什麼 我們說IT產業裡面 然後他一樣是機構工程師這樣子 你們研究室在做的研究到底主要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都隨便做欸 看學生想做什麼就給他做什麼啊 你是不是敵意那麼廣 之前學生我說你想辦法做一下光學檢測技術 他就說好啊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光學的檢測 一些儀器 那那個儀器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就做 就是可以拿來 應該說我們希望可以拿來 不是檢測 是協助牙醫 他可以掃牙齒的外型 那你可以做齒膜這樣子 然後也有就是 更之前的話有做就是 生物晶片的一些檢測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是應該說這個是我想談光學 對然後再更之前的話 我們還有做一些什麼汽車抬頭顯示器 就是大家現在帶用的那個抬頭顯示器 我不曉得大家現在開車的話 有有有看我車也有 對就是 所以你們那邊比較多是做技術研發 對對對其實比較像是應用 就是技術應用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所以那應該說技術應用 他本來就是要很多東西組在一起嘛 才會產生那個功能 所以他就是屬於一個系統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提到生物晶片是什麼 生物晶片的話其實就是 應該這麼說就是我們 最簡單的話就是我們說 抗原抗體的一些反應 那我要怎麼去檢測這麼小的分子 它反應出來的結果 那我可以用光學的方式去量 如果是傳統的話 它可能就是加螢光染劑進去嘛 那它如果有結合的話 它的螢光的強度就比較強 那我們做的技術的話是 就是不要用螢光染劑 我們直接就是看它分子結合的時候 我打光下去它的光的一個強度的一些變化 然後去對應到它的就是反應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螢光染劑 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微塑膠 微塑膠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都有三個檢測方式 一個檢測方式就是熱觸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螢光染色法 那第三個是顯微光譜法 這個應該是完全是你的領域吧 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其實完全不是我的領域 那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我覺得就如我來說 我會第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那個塑膠的顆粒 它的大小是多少 5mm以下為塑膠 5個5mm 對 所以5mm 現在如果是以5mm來說的話 對我們來說它其實算是比較大的分子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如果是用螢光染劑的部分 那可能就是要問說 那請問這個塑膠的顆粒 它的一些化學分子 是不是比較容易跟 所選的那些染劑的化學分子的 就是它的末端的那個 我們說元素 對 比較容易結合 那當它可以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在打那個光去激發它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螢光 對 那螢光強度越強 就代表有結合的 染劑跟那個微粒子結合的越多嘛 所以代表它的污染越嚴重 那如果是顆粒很小的時候 對我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 對 不好意思 剛才還有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顯微光譜 顯微光譜 光譜 光譜的話 這一個的話 如果是打 多波段的光進去的話 這可能就要看那個粒子 它是不是會吸收 還是它的 一樣就是那個的話 一樣也是看粒子的化學 我們說化學分子的組成 然後看它是吸收哪一個波段 我再猜 那如果的話 粒子小到 應該說因為是五個ミリ左右 就是 應該說是ミリ等級的 所以主要應該還是用粒子的吸收 或是它的反射 可是如果你粒子如果再小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 繞色或其他的效應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直接看它的吸收光譜 對 因為那個會變成Random的一個狀態 對 因為那個光譜也有 我那個是亂猜的 大家可以到那個網路上查一下 我們可以聊一聊 沒問題 因為微塑膠現在非常多人做 然後我們在協助學生在做這個微塑膠科展的 研究的時候 其實現在大家比較入門款就是拿顯微鏡 拿它那個熱棒去讓它會融化 會黏起來 熱觸就是算 可是那個真的很沒有效率 就是你過濾完的那個塑膠是非常非常少 對 所以就是後來比較常用的是染色 染色然後用顯微鏡去看這樣子 那其實比較多的還是這個光譜儀去 去穿透它的這個這個塑膠分子 跟一般的分子不同 這樣 但很貴 對 那個非常貴 就是光譜儀一台都要上百萬 對 所以 對 所以那個就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做 因為我為什麼剛剛你提到這個 我就想到 我那時候看Discovery 有一個這個伊波拉的這個這個紀錄片 它其實就是在檢測這些病毒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用這個染色或者是光譜儀這個 去檢測它是不是有病毒的這個病毒的存在 那它那個接合的那個你可以 書長是可以簡單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它某一些會接合有一些不會接合 伊波拉病毒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應該說對我來說我的第一個直覺 就是大家通常在使用的其實是利用就是分子 它之間的那個就是免疫反應 那免疫反應就是我們剛才說抗原抗體 那他比如說他如果要抓伊波拉病毒的話 他就可以先經有人為的方式去產生伊波拉病毒 有抗體嗎 我突然忘了 到底有沒有抗體 伊波拉現在沒有 或者是他 或者是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化學分子 是可以針對這個病毒去抓到他的 或是直接黏在他上面 那他再把這些分子可能再跟螢光染劑再 想辦法接在一起 嗯 所以當這些分子就是黏到那個病毒上面的時候 他就等於是帶著那個螢光的那個分子黏上去了 對 所以他再去他再去就是比如說打光 然後他會有螢光產出 或是他再用其他的染劑再去染那個螢光分子的時候 他就可以顯色出來這樣子 好我們越聊越遠了 跑到生物科技 因為他們生物晶片我們就一直跑很遠這樣 我們回到你的專長領域的部分 那蘇生老師你都開什麼課啊 我開什麼課 我開我 我在文系開就開那個普通物理 服務課 然後開電子學 跟電路這樣 還有一個系統工程導論 嗯 主要就是這四個課這樣子 對 上次我們去年的時候跟海大附中有邀請他們來做普務的這個實驗 對就是因為我是就是教普務 剛好普務實驗室那邊也有一個發電機的一個實驗 對 所以就是請他們來一起看一下這樣子 那你在普務裡面你大概 呃 教的內容大概是哪一些主要的概念 呃 應該說因為我們系上面的話 的 呃 應該這麼說好 就是我們系的課程的規劃的話 基本上呃 主要的話會是在力學而且是流力方面 因為我們要造船 你要你要懂得海對不對 要懂得這個水這些 所以在流體力學的這一塊 或者說力學一直一直從最基本的我們說 盡力啊 顧力 然後再動力 然後一直到流力 這一塊其實教的是蠻完整的 那我們為了要讓學生有多一些基本的知識 所以在普務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針對那個呃 電磁還有光這一塊來教學生這樣 所以我主要就是教電學跟磁學 還有光學這個部分這樣 ok 所以你在光能的部分啊 所以普務裡面也會講到光學的部分 對對對 好 可是可是沒有那麼多 因為普務的光的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還是著動在我們說 classic of the optics 就是呃 可能是成像啊 嗯 的部分 那波動光學有在講一些這樣子 對 但是沒有講到近代光學 對 就是就是剛才討論的 我們說太陽能光電這個光打到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嗯 這個 所以以前是矽版 現在還是矽版嗎 現在應該也是啊 還是啊 對啊 對啊 應該是細的這個分子 對 對 但它可能會用不同的分子再下去 嗯 嗯 那 孫老師再問你一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超出你領域的 黑洞的概念啊 這個跟光 這個 跟光有沒有關係啊 我們談到 談到宇宙去 這應該要問物理系的天文底 這是我 因為我想說你在教普 不知道會不會講到黑洞了 然後對這個這很好奇 那屬於近代物理 我主要還是教古典物理那一塊 了解了解 所以這個超出你的領域就對了 如果對黑洞我也很好奇 大家最近有那個啊 就是那個什麼 之前有哈伯望遠鏡 對 最近有那個韋伯望遠鏡 大家應該有看到新聞吧 那個行星超漂亮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還蠻好玩的 對 因為我朋友是物理系的 然後他有在做這塊 所以我們就是看到他馬上就介紹 就說 喔好漂亮 所以順便推廣一下 跟大家說 對啊 我真的是超出我們的腦洞範圍 就是那個光 我們那個光是跑了好幾萬年 才到我們這邊的 然後我們看到影像是好幾萬年以前 這腦洞真的是太突破我們的想像範圍 因為我想想看 做天文的那個朋友 他直接就說 我們研究天文的都是考古學家啦 對 考古好久以前的那個天文的影像 對 他們也是一種考古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是8點56分 然後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要最多做一個總結 等一下我還要再講一下明天的嘗試 那因為今天書長老師有跟我們聊了蠻多的 我們從有點挑了很多 就是從光學到這個 這個鏡片產業 然後到微波爐啊 然後到醫美啊 到太陽能發電的原理概念 那書長老師有貼了很多的這個 太陽能發電的這個整理資料 提供給大家 在教學的時候可以使用 然後 可不可以讓我就是稍微秀一下 譬如說像經濟部這邊 他就討論就是陽光社區的補助 然後譬如說如果我們真的去看經濟部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109年的這個 就是太陽能的計畫 對的計畫 然後譬如說如果我們到台電的話 你可以台電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的太陽能的裝置啊 各個縣市的排名 我們基隆在哪裡啊 基隆在 基隆在 基隆最後一名耶 耶 我最後一名 你知道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基隆是抗海 所以我們其實主要是要風力發電 我們主要一直在下雨 你看 基隆 宜蘭 宜蘭連名次都沒有 宜蘭在這裡 宜蘭還有 宜蘭還不錯 宜蘭是還不錯的 真的嗎 我們基隆就是太小了 我們基隆小小的而已 對是因為地域的關係 好不好 如果我們跟海東一樣大 我們就跟他發一樣多的電 對就是你會 就你會說就是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在我在列的時候 就是關於政策政府的這一塊 神就發現說 其實政府他們就是我們的 其實政策持續在做 然後你會看到這一個 太陽能發電他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的一個變化這樣子 其實都會 就他們都會秀出來這樣 好 孫老師剩下兩分鐘 我要簡單做一個解答 那你講一下這個淺談 這一篇 這個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的話 其實是2014年台 台大他們電晶系 然後他們在介紹說 太陽能發電的原理 然後呢 其實你會看到就是 他其實有介紹說 就是國外的這個 像這個的話是德國的城市 那你會看到他們的城市的話 基本上他也是就是把所有的那個 我們說他的發電的系統 就是把它種在他的屋頂上 所以其實像我們現在在推的話 大概就是以這個概念下去 繼續做這樣子 然後 然後呢 還有就是這邊的話 他其實就是也是 就是介紹我剛才看到的影片 告訴大家說 他是怎麼樣去做那個 就是太陽能 怎麼樣去轉換 然後去發電的 然後呢 他這邊也會有介紹到說 那他的電池啊 要怎麼 對系統的部分的話 就是你東西出來之後 你可能經過一些轉換 你要除能這些 那他這邊也把它 就是把它放在一起 有沒有這些的介紹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要比較科學一點 就是我一開始有寫科學面 有沒有就可以看 像這樣子的一些資料 應該是就是蠻多的 了解 所以想說我們剩下一分鐘 我們要進廣告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 趕快我們要 在9點整 我們在1分鐘 一定要解決 我們先感謝蘇珊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 那 明天 明天的場次是 我們邀請耀輝老師 那耀輝老師他 主要做的是動力的部分 所以明天來講 神秘的羅賢獎 就是羅賢獎 這個部分 因為我還記得 那時候 耀輝老師跟我們一起到 海大部中上課的時候 他就拿那個 那個 好神托 對 好神托 也是他的研究領域 就是好神托的這個旋轉 所以他是研究羅賢獎 對羅賢獎有興趣的人 歡迎明天 8點 對我們一樣晚上8點 用輕鬆的心情來參加 我們今天的這個 這個 四北協助地方輔導 現在時間是9點 剩下 10秒鐘 我們就要9點1分了 就感謝蘇珊老師 那我會把這個資料匯整一下 然後再貼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這個頻道 我們裡面會有把影片都錄起來 然後也感謝各位的參與 那謝謝今天蘇珊老師 來今天跟我們聊聊 對 然後有機會大家可以邀請蘇珊老師 到你的課堂一起去聊天 然後談談光機電神 好 我們今天活動就到這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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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議員 ��� UI 對 各位 rif位 中國 呢 我先把鑽子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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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